踏实的人生在于付出爱心 有成就感而欢喜自在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 我是阿民 有人说爱的幼苗无处不在 即便在天灾人祸之后 在断缘残壁之中 只要有心爱的种子 还是可以发芽成长茁壮的 今天我们就要来见证一个 天灾无情 慈祭有爱的故事 故事的地点在马来西亚的玻璃市 玻璃市在哪里 在马来西亚的最北端 它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口最少 面积最小的一个州 而故事的时间发生在将近三年前 2010年的11月 当地露大雨 祝大水 灾情非常的严重 你看看这就是当时大雨成灾 四处汪洋一片的景象 不过灾难过后 慈祭人在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现场 像是如此 透过着橡皮艇 载着物资发放热食给受灾的相亲 而感动了许多人 因为很多人看到慈祭人这种虔诚 恭敬的身形 那种大爱无私付出的理念 因为他们发现原来慈祭人的爱 是跨越了障碍与宗教的繁理 今天我们就透过影片 一起重回现场 让大家来看看 当时在大雨过后 大水过后 马来西亚玻璃式的慈祭人 如何爱撒人间 这场豪雨来得又急又快 居民还来不及反映 熟悉的家竟然已经不知在何方 只能见到一片汪洋 为了众人的安全 当地政府只能暂时切断电源 曾经热闹的商业区 如今只剩微亮的路灯指引方向 不过就算再去黑 这一卡车的慈祭人 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地 同时废去不可 大佬大家要睡觉的时间 非常抱歉 大家走晚睡得不好吗 大家睡得好不好 等下我们有 就是慈祭志工这边 有发放一些所谓的必需品 来到收容所的志工 秉持一颗谦卑的心 手电筒成了核对受灾名单 唯一的照明工具 也是让发放能顺利的唯一方法 慧问金生火包 才刚拿到手的灾名 迫不及待地打开 一探究竟 毕竟当时为了逃命 真的什么都没带 今天没有吃饭的吗 今天没有吃饭的吗 没吃饭的吗 没吃饭的 大家知道我们不出来 不出来 但是没有吃饭的 至于在吉打州隔壁的玻璃市 也难逃好与私怨 但同样有一群爱的身影 带来超过八百人份的饮用水和面包 结了灾民的燃眉之急 很好哦 真的你们来的真的很适合时间 现在东西没有 水都没有 面包都没有 市场上你们找不到面包 因为现在整个店都没有卖 不管是吉打还是玻璃市 这份关怀从晚间持续到凌晨十二点多 不是不会累 志工一念坚定的心 只想着这份灾后的温暖 一刻也不能被耽搁 天灾无情 人间有爱 需要更多的爱来弥补天下的灾难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马来西亚 玻璃市的一对慈祭夫妻党 我常说 阿姆同心 当地祖祖座 好意 相守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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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是我们玻璃市的负责人 我们的景才师兄 感恩 那身旁的就就由您介绍了 这是我家师姐 美娟师姐 美娟师姐 感恩哦 两位一起做慈祭也这么多年了 其实都有感触 刚才我们透过影片一起来看看 将近三年前的那一场水灾 你们有惊觉上人说的 地 水 火 风 四大不调 真的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您在玻璃市住多久了 其实我们住家是离开玻璃市 差不多四十个环境 这样啊 所以您是玻璃市慈祭的 联络处的负责人 但是您不是住在玻璃市 不是 OK 所以那次的灾难之后 您也是赶快往水里去 确实 那一天的水灾发生了 如果一般的小卡车是没法到 没接去那边的四七和那个载车 那可贵的是我们吉达周师兄 那就帮我们安排一个很大的卡车 很大的卡车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 开到一段凋车 熄火 对 是 您的记忆里面 玻璃市发生过这么大的水灾吗 应该只有两次 就我在印象当中只有两次 那之前是火灾 但是这两次的火灾 这个水灾呢 面积也是比较大一点 那个时候您会不会觉得说 真的要赶快来呼吁大家 爱护地球 保护大地 你看水大不调 水大不调 水大不调 就在阴下了 那个天灾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啊 其实感触量多了 就一觉察说一般的市民 当地的 没有这样的一个警戒 的一个状况 是看到保全的水灾 所以我想说 你对这个警惕啊 和那个是做第一的啦 所以就是我们师兄师姐 该负起这种的使命 如何来复义 这个怎么样来救地球 嗯 因为大家没有遇过这样的大水 他大概也不知道说 大水来的时候怎么办 那更需要直接点去关怀 去抚慰 OK 您也跟着师兄一起去 再去做关怀抚慰 发放的工作吗 是 过了几天过后 过了几天之后 过了几天之后 您看到那个景象 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触啊 那时候 当时我们有发那个面包 给他们喝那个矿泉水 是 当那个灾民 拿到我们的那个面包啊 还有矿泉水啊 那个那一份感动啊 然后假如想说 你看虽然我们给的东西不是很多 但是他们那个感动啊 我们可以体会到说 虽然是没什么 但是对他们来讲 当时真的是 我就看到呢 真的我自己也看到很感动 就是怎样 不知道怎样形容 那或许是可以让他 喝到第一口如甘泉般的水 可以吃到一块 可以暂时积腰啊 不在肚子饿的粮食啊 只能如救命的礼物啊 尤其你们去都会代表的 尚人念慰问信 来福慰 来鼓励这些受灾的相亲 你们念着念着 听说许多人听完之后 感动落泪 心中非常的澎湃啊 有这样的例子 可以为我们说明吗 他有两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我们会在这个 一个救灾中心 那有一个情况呢 我们是爱家爱户 那目前呢 我在我脑海里 没有办法把它拿掉的是 我们爱家爱户 启发其实不多啦 矿泉水和爱心也面包 同时呢 那一份的那个应急症 包括这个 伤人的慰问信 是 那就有一个有足同胞 一个有足的妇女 当我们念完的时候 他掉眼泪啦 我想应该是 在他 这个人生过程当中 不曾看到说 这些人的团体 那些人没有本草稿 没有本皮 这个 肤色 肤色 就是要人爱家爱户 那样 他掉脸了 他告诉我说 除了他那一份感恩 他还是说 他们有足他们都有祈祷 冤双善恩 那份慈悲 让他们永远都在心 他们真的体会到了 我们去敲门 去关怀的时候 不会先问说 您是佛教徒吗 你有没有在看大爱台 你是慈祭的会员吗 不是 我们不会这样的问 因为他受灾了 我们的爱如虚空般 要希望他可以离苦得了 所以他见证了那份 超越宗教种族肤色语言的爱 是 看在眼里 不是听人家的细数 你就是当场看到了 是啊 我是说那个马来夫 他是看到说 自这人一间一间 无本忠告 是 肤色 看在眼 那份的感动 看到大家那份的真识 所以他从一位观察者 从一位旁观者 我们更希望他 也可以把感动化为行动 所以您也希望说 让更多人 投入慈悸这个爱的家庭 要菩萨大招生 就要想一些方便善巧的方法 接引大众来 你们怎么做 我们目前呢 目前我们都有一个默契 默契 在玻璃寺 这些其他种族的感恩会比较多 所以就有一个默契 就是先让他们成为慧眼 让以往够一样 回到主同事业 基本的生活的补助之后呢 那可要走到第二个阶段 来目他们那个善念善行 那像阿明师兄 刚才提到我们怎么做 那目前呢 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这一次的准见习培训 那确实有一位印度同胞 印度籍的 同胞 对 是我们的感恩户 应该是好几年了 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呢 他都会发心来提 来支援 但是这百年也是真假出天 那天在父母恩仲男报警 我就很刻意地跟他打招呼 然后我说 他是不是来法官 跟着实际人 跟着商人 来去守护这个福田 对 所以让我很惊讶的 应该是上个星期 他确实出演了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课程 是讲华语的 他听没话 所以还要找这个人 来帮他翻译 所以菩萨涌现 即使他语言听得不是那么的懂 甚至说我们就听不懂 因为他印度语的 听不懂 但他有那个心 是 他的爱心已经被启发了 对 两位都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 但是跟大家报告 咱们的黄师兄 他是在台湾认识职 而且在台湾受证 然后再把这样的悲心 这样的爱心 带回到马来西亚 是 所以你在红尘滚滚 人车往来的台北市的中校东路 看到了慈济世界这个车子 感动了 你就主动去找慈济 我就主动那时回到桃园 那我就很主动的 你那时候工作的地点 上课的地点 受训的地点在桃园 对 那就到中立 我到中立的时候 然后又有一个很奇妙 那时他们刚好在播 华东大水災的一个旧災的一个VCR 华东喔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呢 是啊 那时他们在播这个录影带 那是我人生 这么大事 第一次掉了眼泪 哭了起来 就看到大陆同胞 是 受水患之苦 对 的影片你掉泪了 掉眼泪 因为我不只能掉眼泪 我眼泪一直 往肚里面吞的 是 所以你的慈悲心被触发了 都是跟慈悸的缘 是 那回到了马来西亚之后 当然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就像我们的师兄 他不仅把师姐 用手拉着牵着 带他做进师姐 他也建议了很多当地的师兄师姐 走入这个师姐的菩萨道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玻璃是当地两位的师姐 对我们黄师兄 心中的一些感恩 一起来了解吧 02年的时候 黄师兄就直接 叫人去叫我来跟我讲 叫我来 要踏出来 我们成为慈悸的一分子 那个时候我刚进不久 黄师兄就 给我承担一些的任务 比如是说好像是 组长啊 他派我做什么 那个时候我 什么都不懂 不敢接 那黄师兄给我的一个鼓励 就是不要小看自己 人有无限的可能 他很讲究完美 比如说没有花花草草 他就会叫我去编 就好像是 这个 这个 见喜之公啊 桌子上要的一些花花草草 他有时候跟我打出说 你把它 放一些口红 我就知道 那黄师兄就是这么细心了 那我真的很感恩 他一路来的 带动我们 我们本来是 我是很 处置大业的 说话大大声 那黄师兄就是 这么的亲身细意 我记得 当我们有活动要到外州啊 那么开会或者是什么 那个 提前师兄他会做一个贴心的 准备 就是准备一些早点 还是晚餐 都是 会问 会问我们说 都用餐的吗 这些 虽然是看那些小小的动作 可以看到他的那种贴心 往于是我记得那个 水栽的时候 他就是 因为是水路嘛 南通 所以呢 他就 还是非常的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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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玻璃 带的是不米奇奇爸爸 奇奇多多 都是 让我觉得 师兄那种坚持 守着 上人的那个使命 真是很赞 是很钦佩他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有姻缘在慈祭里面 大家就是要互相成就 互相的赞叹 给您看这段影片 您感觉如何 我想那个目前 底波里是 志工的成长 包括同时 自己爱心的您 机会的您的成长 好 那是一份很感恩的心 这些师兄师姐 都无焉无悔 那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因缘 所以 我们都有一个愿力 和试验 是 我们愿意呢 他会守护着 跟我们师兄师姐 我们会守护着 波里是这块蝴蝶 把爱的一个种子 茁壮 然后成为菩提 对他们 我们珍惜 我们感恩 对 珍惜这样的缘 我们感恩 大家一起来成就 然后小树能够变大树 然后 越来越多的树 可以成为一片菩提灵 对不对 那这次我们有因缘 访问到这么多 马来西亚的菩萨 包含两位 都是因为 马来西亚分会 今年二十周年 这个 殊胜的因缘 两位在玻璃寺 虽然 志工的人数不多 但是我想两位 就像吴师兄刚才讲的 怀抱的感恩性 心怀抱的疼喜的心 您心中一定有很多的感恩 或是不足的地方 或是要发愿的地方 对不对 我想说 也这样的一个时刻呢 其实 就是 这些日子 难免 有稍微 对家人 兄弟姐妹 爸爸妈妈 有一点的愧疚 那 有时候 我自耳自民的生日 还是说 家里有一些 家 这个家界嘛 我妈妈 我爸爸 还是我弟弟妹妹 他们总会打开通点 有时候难免会比较 所以有点的愧疚 但是 非常感恩他们那一份的善解 和那一份的支持 那也非常感恩我家师姐 我们有时候 一大早就要开车 一日修啊 共修啊活动 开车走大概四十五分钟 一个小时路程到玻璃寺 然后又很夜又陪着 我们一起回到家 我想 真是非常可贵 我们还是会去珍惜和祈保 那 一样的 对于我们玻璃寺师兄师姐 我想是我们的一个试验 我们那一份的预言呢 继续守护这个福地 然后更感恩是上人 推上人 我们是无焉无悔 而且那是生生死死 对 玻璃寺师姐呢 您有什么样的愿要 让大家一起来祝福吗 如果有缘人 能跟着我在一起 如果好像找到我有事情的话 我愿意说 把上人的法 让他的心门打开 因为我相信说 我们在做慈祭 都会有退转型和被卡住的 我希望说我能成为是那个人 如果他走到我身边 我希望他是心开意解 是说会在这个菩萨道上 走得更坚定 一路走下去 跟上人的法 虽然不是医生 虽然不是护士 不过也可以将上人的法 当作药方药引 然后跟每一个跟你有缘的人 随并受药 让他心开意解 除了这样子 我还要再祝福你啊 也可以当不请之师 更勇敢 去接引更多的人 对不对 你看师兄 十九年前来到了台湾 认识了慈祭 他发达了心力大远 希望更多人 来请跟这块福田 在马来西亚二十周年的当下 我们要祝福这对夫妻 一加一大于二 从一种子生百千万 让马来西亚大马百万会员的这个 用力 可以早日实现 好不好 这是上人对我们的祝福 也祝福两位 抚慰增长